判断错误 台湾羽球选手戴姿颖 拿到世界球后宝座之后 这个月又打破多项记录 创下佳击 也带动台湾羽球蜂巢 为了持续推广国内羽球运动风气 中华希望羽球协会 跟总泰地产合作 2018年12月1号到2号 将在彰化师范大学 晋德校区体育馆 举办2018中华希望之 总泰杯羽球锦标赛 10月26号上午 中华希望羽球协会 选在台中市江文岳羽球概念馆 举办活动宣传记者会 协会理事长蔡清禾表示 这次的比赛 由国际知名羽球品牌 英国弗雷斯赞助奖品 优胜者还可以得到丰富的奖金 这次的个人公开组 冠金可以得到一万六 那第二名就是八千 第三名就是六千块 那我们分为有 那个 双打 混双 拟双 所以一个人可以 报名两组 就是他报名 男双跟混双 或是拟双跟混双 所以他只要 这两组都得到冠金 就可以拿到 上万多块的奖金 总泰地产董事长汪玉玲 今天也亲自出席记者会 汪玉玲表示 这次羽球锦标赛 分为国小 国中 社会组 每个组别又分为团体赛跟个人赛 为了提升比赛的精彩度 还特别设置公开组双打奖金赛 希望吸引国内羽球好手 跟甲组高手前来参加 增加比赛的刺激性跟可看性 其实总泰的企业文化里面 运动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创办人 吴锡坤吴主席 他的运动细胞相当的好 所以其实长期以来 在公司内部就有非常多运动的社团 比如说篮球社 登山社 路跑社 那甚至羽球社 其实是这些运动类型社团里面 资历最久的 中华希望羽球协会表示 将来还会持续配合台中市的全民运动计划 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球场环境 举办更多的比赛 希望让民众透过羽球运动 增进友谊跟球技 也让羽球注入更多活力跟新希望 培养出更多球王球后 为台湾争光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台中报导 然后刚刚我们又是另外一个 我们за socioefahren irgendetwo 同样的 故事 在嘉章 课 一 课 逢